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去了一个别人的农场 这个它在小镇从我们这边开车 要上到高原上,我们这大概海拔100米不到吧 到这个高原上是将近1000米的高度了 在这里边呢,有一个小镇名字叫Inverell 说是小镇,它实际上比我们这个镇要大很多了 它这还有它自己的赛马场 我正好介绍一下这个澳洲的另类的大地主的生活 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小镇呢,其实是在一个分水岭上 一面呢,就刚才你看那一集风景绿油油的 看着像英国似的 然后过了一道县,那个屏障以后就变成像这样了 就是再往西走就是红土地了 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农场 它的这农场主啊,是一个环境爱好者 它原来也是城里过来的 它自己呢,把这块地买了以后啊 它就把它撂荒 完全不种植,让它恢复成野生的这个状态 它在这待了也有二十多年了 看现在那庄术和当年相比 已经从一个城市牛变成了一个西部牛仔 主要就是种这个本地的植物啊 吸引本地的鸟来 它基本上也,它自己也有自己的一块地方养殖 它也住在别的地方 但这块地儿它就让它撂荒 你说这都有意思呀 花了很多钱买了这块地 然后它不把它变成 就是它自己种地的农场 它把它变成荒地 为了保护环境 你看澳洲就有这么有情怀的这种人 它这地方呢,一特点就是观鸟特别好 我们到它这来一上午啊 我看到了好几种 就是以前根本没有看过的鸟 然后它还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农场怎么经营 你看这个东西 你知道它这是干嘛的吗 它这个是抓野猪用的 这猪到这儿 或者是猫 专门抓猫的 和抓野猪的 野猪那个可能个儿还大 它每一个不太一样大啊 还有的是抓狐狸的 它这个是一个很简单 你看它给你操作一下啊 就是这有一块板 那个石头上呢就拴着食品 比如说小鱼在那放着 然后这猫呢进来了以后 往它上一踩 它一踩呢 那个弄得高 那猫就得蹦起来购那食品 一蹦起来 再一掉下来 光一下把它踩了 每年啊 它说它能逮三十多只猫 然后还有就是野猪 这野猪它能逮几百只 上百只 一夹子一夹子的 这个澳洲的野猪啊 不是那种纯野猪 其实是家猪 农场里的家猪 跑出去了以后 而且在澳洲还挺大量的 几百万只 它们来了就破坏这个农场 破坏原始生态 因为在野地里原来没有野猪吧 这是人把猪弄过来 然后此外还有就是狐狸 它也能一年逮好几只 它意思是这农村啊 逮这个东西还是个 是算是对这个澳洲本地的生态 做贡献 所以你就想这澳洲人吧 它们特别恨猫 所以我们你看像我们前些日子 去纳米比亚的时候 我看到这猫 我们马上都感到非常高兴吧 结果这澳洲本地的人就会说 太讨厌了 怎么又弄这个猫 恶心死了 就是它们看着猫跟咱看耗子那种感觉 可是你看这澳洲人吧 它喜欢各种各样的袋鼠 你看各种各样的耗子 它们都喜欢的又来到去 但是它不能忍受猫 这猫呢 在我们的院子里 它其实它也咬那个 它把我们的小水龙给咬了 弄完了以后 我们原来有五六只小水龙 现在就有意志了 就是被包给袭击了 这一趟路过去 你看这是我们第一次 我们这换了新车以后 第一次过水沟 成功 很容易 然后呢 它这个地方呢 就是还有我们还学一个重要的知识 就是 这树上的这些树洞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你别看 你一看树坏了 这上面不太好 那张眼儿了 像虫子眼儿似的 咱就得把它那个洞 就给它砍掉 这样其实是非常不好 你为什么呢 那些树洞是鸟居住的地方 你如果要是把那些树洞都给弄 还有就是蝙蝠啊 像它这个地方 有一种叫 Sugar Glide 那种东西 就是一个小 像蝙蝠一样的东西 当然它不会 它是叫什么 飞翔的那种符 从树上 半年夜行动物 我们已经跟它们定了 回来有机会到这来看 它就住在这个树洞 它这动物的中文名叫蜜带乌 是一种很小型的 能滑翔的这个 有带动物 原产于澳大利亚 新几内亚 11月份看最后 你看我们这一路 风尘仆仆啊 说到这里 再见 再见